好的包装不仅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,强化品牌形象,还必须具有保护、保鲜商品等功能。 同时因应近年环保议题备受瞩目,净零探牌成为企业永续关键,环保包装更是其中一环。 位于桃园中立区,一间创立46年的软性包裁领导品牌,凭借All-in-One的客制化服务及友善环保产品,深受客户青睐,进而提升品牌的形象和信任感。 包裁是从天堂到地域,包裁的用品,包括保存、运输、行销各方面的功能,都可以透过包裁来做展现。 但是一旦的进展性增完成,当消费者使用完毕之后,这间就会变成垃圾。 我们就必须要设法,让它能够减少使用,但是又不能够影响原来在包裁使用上的需求。 很多年前,我们就走向绿色产品来发展。 2015年,创办人陈永顺先生就带领公司走向绿色转型,导入柔板水墨印刷、数位印刷与无溶剂贴合技术,积极植入企业绿色DNA,打造友善工作环境。 更为了挑战低碳制造,不断寻求突破,决意在扩建三厂时,再导入凹板水性印墨,并采用全智慧化的设备,打造绿色制成,提升产能和环保效益。 传统容器型的油墨,60%都是油机化而物,挥发性,对人体并不是这么友善,对整个环境真的非常不好。 生产的时候,这些挥发物质必须用热风去吹它,然后把它挥发出来,经过我们的处理设备再去处理它。 事实上这整个过程是非常耗能的。 引进W&H卫星式油板印刷机,相较于传统凹板印刷,油板印刷应使用感光束制板,所以制板的过程更环保, 也减少减少凹板制板时,镀铜、镀铬制成所产生的有毒电镀药水的使用。 且因使用水性印墨,除可减少有机溶剂的使用,降低VOCS的排放量,也能大幅降低印刷产现的油墨残留气味。 在包材的用料选用上,更因应国际减速趋势,导入单一材质及可堆肥环保包材, 让产品对环境的负担降至最低,成功成为台湾包材产业绿色转型的先驱者。 公司分别参加了国内外的包材展,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, 要走向单一材质可能是会利用的一个趋势,它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,我们必须及早地来应用准备。 陈董事长对永续节能与环境友善的坚持,带领公司成功与世界接轨,打造独特竞争力。 今年在英德佩国际包装厂,很多的国外的客户都直接看到我们这些诉求, 他就直接来问,你们有这些材料,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样品, 因为他们要找的也是这些,我们有绿色的制程, 所以我们在整个企业的一个形象上,是有加值的一个效果,有加分的效果。 由于近年来台湾小型创业逐渐增加, 为快速满足客制化的需求,结合数位印刷技术, 成立了品牌包装职人好印网, 为新创或小农提供高品质小批量的服务。 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新创的客户,甚至是小农, 他们想要做一些小数量,小批量,可是又需要不要用贴贴纸, 能印刷住他们的风格。 那这些部分在数位印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帮他们的第一选择跟协助, 我们陆续引进了这两台的数位印刷来做这些小数量的市场。 另外数位印刷它也非常的环保, 其实没有太多的废弃物,也没有废弃油墨的问题。 那这个对环境来讲是非常的友善。 秉持着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理念, 台湾基层坚守产品品质, 并不停追求更环保友善的工法。 这也成为企业独特的竞争力。 台湾基层一直以来都将品质放在第一个位置, 所以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品质的满意度是这样的高的, 有多过的客户对产品质。 近几年来我们在投入了环保的一个制造流程, 还有开发这个绿色产品, 多样化的一些结构都是我们目前产品的差异化跟市场竞争力。 在陈介中董事长的金星严格榜观之下, 成功成为业界绿色转型的标杆, 带领产业走向永续发展的道路。 转型经纹上没有终点啊, 持续努力的一个过程, 在相关产业上下游的这个形象来说, 那公司在这个给大家的印象, 都是我们在这个绿色环保这个部分而好, 是一个就是会被拿来讨论的,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形象成功地树立出来了, 会再持续的努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